不过说到海线的建设 大安区北山路是连接滨海乐园的重要道路之一 但过去因为路宽不足 每到大安煞掉音乐季时 交通总是大打劫 为此在地方的争取之下 市府也决定便利6000万元的经费进行拓宽 并且在今年4月中旬完工通车 而市长焦龙这天也到场来主持通车祈福典礼 并对于一旁的大安妈祖文化园区 市府将会着手办理最佳预算 规划新界妈祖文化雕像 期盼能够带动海线的区域观光 众人手持清香祈求通车平安 追条位在大安区的北山路 在过去因为路宽不足 每到大安刷掉音乐季时 有不少车辆涌进滨海乐园 造成交通大打劫 而为此市府特别编列6000万的经费 要将道路拖宽成15米宽 并且在今年4月中旬完工启用 因为观光文化的发展也非常的兴盛 因此我们周边的道路也在拓宽 特别是今天这个北山路 那么15米宽高达长达570公尺 这是进出我们大安很重要的一个通路 包括到大安滨海乐园 我们像举办这一个海洋音乐祭 还有沙雕文化节等等 拓宽后的北山路除了大幅输解当地的交通 也能串联起一旁的大安马祖文化园区 而市府也表示 目前园区的基座以及展览空间都已经板工 而对搁置许久的马祖雕像争议 最近也在地方人事跟明代的联署支持下 议会同意市府办理追加预算 将着手规划新建马祖文化雕像 因为在上一届的时候 议会有决议 市府不能编的预算来做这个马祖雕像 那我们也透过民间的力量去募款 也失败都没有募到钱 后来我就在议会正式提案 也感谢所有议会同仁的帮忙 我们这个案所有的议员都全数通过支持 因为包括议员的努力 里长的联署 那也在议会有正式提案 也通过了 所以我们市政府就没有这个限制 那我也呢已经开始 在这个预算的方面办理追加 希望能够尽快的 让这个马祖雕像 能够这个 坐在我们的马祖文化园区 市府也表示 马祖雕像新建的预算将会在 今年底前编列完成 也期盼能够在议会的支持下 顺利通过 让马祖雕像能够早日坐落在园区里 也打造海线的观光限量点 这是沉默汉台中 才碰到 经过了春夏秋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